这个应该就是看马戏的地方了 好了 8点钟开始 马戏 我们来看马戏 这个马戏里面是不让拍照的啊 我就不拍了 我们进来了 现在还没开始 还可以用手机拍拍照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大厅 现在人还没有 已经下来了 来 比较空 这个场馆非常有梦幻 感觉很棒啊 看什么 我们坐的这个位置 还算比较靠前 但是 离舞台有点偏 不是最正面 服务员 这里面有很多服务员服务很热心啊 他会把你带到你的座位上 废号入座 你只能坐你的座位 不能换座位 我们已经看完马戏回来了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里面 没有说是不能拍照啊 就是可以拍照 但是不能使用闪光灯 就是考虑到演员的安全 用闪光灯的话 会干扰他们操作吧 因为有些表演都是非常危险的 高难度的那个 所以就不能使用闪光灯 然后不能录像 虽然不能录像 但是我看好多人用手机拍照视频 他也不会管你 就是你只要不去拿个专业的 摄影机架在那里 录他一般都不会说什么 整场马戏表演水准是非常高的那种 我也拍了一些视频啊 看视频和你去现场看的那感觉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那个氛围 然后还有跟观众的互动啊 就是你去感受这个现场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舞台和灯光舞美 因为我也是做摄影的嘛 我也拍过很多会场啊演出啊 就是他的这个灯光非常专业 整个场景内的布置 还有那个氛围非常专业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音效 音响效果 就是他的所有的表演的配乐 不是放出来的 完全是由现场的乐团来演奏出来的 这个我是发现了 就是你听演奏的音乐 跟录音机播出来的音乐 那完全是两码事 节目包括杂技啊 魔术啊 还有动物的啊 驯兽类 还有高难度的什么空中飞人啊 小丑表演啊 搞笑的那种 反正这么多 就是各种各样的节目 总共时长是一个半小时 有一点啊 就是马戏 门票上面写的是 身高一名以下的小孩 不建议带入 就是不建议进去参观观看 就是如果你非要进去看 那你得买全票 我起初是想的是 可能是因为必须要做一个座位 必须要买全票 其实这个也不是 就是我发现马戏的这个节目 并不适合小孩 刘萌萌他虽然也不到一米 就95公分吧 就差一点点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 但是他可能有一半的节目 他他比较喜欢嘛 剩下的一些节目都 就是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 而且那个里面的声音很大 小孩他会觉得很吵 我们家刘萌萌前半场还好 看的还挺挺认真 挺吸引他的注意 然后但是到了后半场的时候 他就坐不住了 因为太吵了嘛 里面对于小孩来说 可能太吵了 坐不住了闹着要出去 然后后来给他买了一个爆米花 他有安静 一直坐着看完了 还算表现可以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带小孩去 只要是稍微小一点 我觉得10岁以下 我有些比较小的小孩 不是在闹 就是在睡觉 要不然就是注意不在舞台上 在干别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马戏表演 不适合太小的小朋友去看 我觉得至少也到七八岁以上吧 大概是这样